工作人员透露内幕 风神票房即便到了23亿 公司也要亏2亿 真是没想到 风神的票房已经正式突破了14亿大关 根据多家媒体的最新预测 风神的最终票房应该在24亿左右 其实这个成绩应该也算是不错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据工作人员的最新说法 即便票房到了23亿左右 公司也要亏2个亿 看来风神电影的总投资真的是不少 否则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落差 三部30亿 平均一部10亿算宣发 也就是说按照票房是成本的3倍才能回本 那每一部都得票房30亿才能回本 但是按照现在一天5000万左右的票房成绩 应该很难到23亿 因为剧本拉胯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锯齿杀2上映了 从锯齿杀2的走势上来看 上映之后分走了7成以上的票房 对风神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风神拍了一年多 这么多人工资都很多吧 庞大的支出 导演压力应很大 大到有识口不择言了 言多必识 好电影被频繁走台 没看过的又狐一是骗子 看过的才理解其中位 当然了作为国产电影 还是希望看到他们能够大赚一笔的 毕竟导演也是说了 只有第一部回本了 才能看到后续 也不知道第一部究竟是赔还是赚呢 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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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